大家好 我是小一 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再度遭到袭击 当地事件 7月25日 美军在伊拉克西布的阿萨德空军基地被四枚火箭弹击中 尽管袭击发生后 各国反应平弹 五角大楼和其他主要盟国如英国和法国都保持沉默 但这事件再次引发了对中东局势的担忧和猜测 这次袭击并不是孤立事件 7月16日的深夜 两架无人机曾突破阿萨德基地的防御 在基地内部引爆炸药 这两次袭击均未有伤亡报告 也没有任何组织或国家对袭击负责 这种沉默和不确定性 使得各方猜测不断 从历史经验来看 中东局势一直以来都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自二战结束以来 中东地区的冲突和战争从未停歇过 美苏冷战时期 中东成了两大阵力的决力场 苏联解挺后 美国成为了中东的主要外部干预力量 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逐渐削弱 2003年美国入侵 伊拉克虽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 但却引发了更大的混乱和动导 伊拉克战争不仅没有带来和平 反而使得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迅速崛起 伊斯兰国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 对整个中东乃至全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此背景下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 虽然美军在多次军事行动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但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该地区的根本问题 特别是在巴以冲突持续升温的情况下 美国的角色更是备受争议 从巴以冲突升级以来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和行动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攻击 以色列的激进行动使得美国军事基地成为各方武装势力的目标 这种情况下 美国和其盟友的反应似乎更加耐人许位 首先 我们可以考虑的是袭击的动机 很明显 这次袭击的背后可能有三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 中东地区的某些武装势力为了声援巴勒斯坦而采取的报复行动 第二 与美国敌对的组织或势力趁乱进行报复 第三 最具争议的是美军自导自演 借此机会为自己的战略目标铺路 我们不能忽视自导自演这一可能性 历史上美国并非没有通过制造事件来实现战略目的的先例 例如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 美国政府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事后证明这些证据是捏造的 因此 如果此次袭击也是美国自导自演 目的是为了继续维持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 或者是为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创造借口 这样的推测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事实上 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军事存在一直持反对态度 几个月前 伊朗曾要求美军撤出该地区 但美国只是口头上同意 实际并未采取行动 阿塞的基地作为美国在中东的第二大军事基地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撤出这一基地不仅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减弱 也会使得伊斯兰在该地区的处境更加孤立和威胁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 这次袭击暴露了美军基地防御体系的薄弱 如果说第一次袭击可以解释为偶然失误 那么两次袭击就不得不让人质疑基地的防御能力 阿塞的基地不仅住有美军还有英法德等国的部队 防御设施应该是非常严密的 然而无人机和火箭弹连续两次成功袭击 似乎表明基地的防御存在严重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 美国和其盟友的沉默令人费解 正常情况下 类似的袭击事件通常会引发强烈的外交反应和军事报复 然而这次所有主要国家都保持了沉默 这不禁让人怀疑是否存在某种默契或共识 在这位后 美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也不容忽视 也不能忽视 2024年大选将至 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宣布 接替拜登选 竞选形式扑鼠迷离 最新的民调显示 哈里斯的支持率竟然超过了特朗普两个百分点 这局面让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变得不再那么自信 特朗普此前一直攻击拜登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但如今自己却成了年纪较大的一方 哈里斯的竞选不仅得到了奥巴马的权力支持 还吸引了不少共和党的摇摆选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东局势的任何变化 都可能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美军在中东的困境不仅仅是军事上的 更是政治和战略上的 近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和手段越来越显 显得越来越模糊和不确定 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重返亚洲战略 试图将美国的战略中心从中东转向亚太 但这一战略并未能彻底实施 特朗普政府则更多的采取了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 使得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关系变得更加脆弱 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试图修复与盟友的关系 但在中东问题上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霸易冲突的加剧 伊朗核问题的僵局 叙利亚内战的持续 这些问题都使得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变得复杂而难以驾驭 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变得更加重要 但也更加尴尬 从长远来看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 即它既无法彻底撤出中东 也无法完全控制中东局势 这种两难境地 使得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和战略面临巨大的挑战 如何在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的同时 避免陷入更深的军事和政治的泥潭 将是美国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而对于中东地区的国家和势力来说 他们也在试图利用美国的困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伊朗 沙特 土耳其等地区大国 都在中东的复杂局势中寻找自己的战略机遇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美国的每一次战略调整和政策变化 都是他们重新布局和谋划的机会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 从二战后的冷战时期开始 美国便逐步在中东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基地网络 通过这些基地 美国不仅能够迅速反应和部署军事力量 还能够维护其在全球的战略利益 尤其是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 这些军事基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次阿萨德基地的袭击事件 再次引发了对美军在中东存在合理性的讨论 首先从军事角度来看 美军基地的防御能力和安全性受到了严重质疑 无人机和火箭弹的连续袭击暴露了基地防御体系的漏洞 这不仅对美军士气造成打击 也对其盟友的信心产生影响 其次从政治角度来看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越来越受到当地国家和民众的反对 以伊拉克为例 自2003年美军入侵以来 伊拉克的政治局势一直动荡不安 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问题突出 许多伊拉克人认为美军的存在不仅没有带来安全和稳定 反而加剧了冲突和混乱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也引发了其他大国的反应 俄罗斯伊朗等国家一直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对抗 试图通过支持当地势力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在叙利亚内战中俄罗斯和伊朗通过支持叙利亚政府 成功的在该地区建立了稳固的影响力 这对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构成了挑战 最后从经济角度来看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也是一项巨大的负担 维持庞大的军事基地和进行平凡的军事行动 耗费了大量的财政资源 这对于美国国内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支出面临更大的压力 阿萨德基地的预期事件 只是中东复杂局势的一个缩影 在未来的中东局势中 美国将继续面临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 如何在这样的局面中保持战略主动 维护自身利益 同时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这是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好了 今天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小艺 下次再见